莫子说 当今天下所赞美的善人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是因为他于上能合乎上天的利益 于中能合乎鬼神的利益 于下能合乎人民的利益 所以才受到赞誉呢 还是因为他于上不能合乎上天的利益 于中不能合乎鬼神的利益 于下不能合乎人民的利益 所以才受到赞誉呢 即使是最愚笨的人 也一定会说 是因为他于上能合乎上天的利益 于中能合乎鬼神的利益 于下能合乎人民的利益 所以他才受到赞誉 现在天下人所共同认为是义的 就是圣王的法则 如今各国诸侯大多都勉励于 攻占兼并 这就是只有仅有称寓意的虚名 而并不去考察它的实际 这就像瞎子 虽然和常人一样能说出白黑的名称 却不能具体辨别物体 这难道能说会分辨意与不意吗 所以古时候的智者为天下谋划 一定要会先考虑是否会合乎意 然后才去做 依照意耳行动 就不会令人质疑而能够通行于天下 这却是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又合乎上天 鬼神百姓的利益 这就是智者之道 所以古时候拥有天下的人人 一定反对大国功法的说法 使天下的人和谐一致 统领四海之内 于是率领天下的百姓 从事农业 侍奉上帝 山川鬼神 仗有利人之处多 功劳又大 所以上天赏赐他 鬼神使他富裕 人民赞誉他 使他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名声与天地并列 至今不费 这就是智者之道 先王获得天下的原因 现在的王公大人 各国的诸侯则不是这样 他们必定会挑选凶悍的将士 将兵船战车队伍排列开来 制造坚固的盔甲和锐利的兵器 去攻打无罪的国家 侵入别国的边境 割掉人家的庄稼 砍伐人家的树木 摧毁人家的成国 以天色沟驰 夺杀人家的牲畜 烧毁人家的祖庙 吐杀人家的人民 残杀人家的老弱 掠走人家的宝器 最后仍然进军 而拼死战斗 再上者说 战死沙场的围上 多杀敌的刺之 身体受伤的围下 只欲萎缩不前 临阵滔脱的 则杀无赦 以此来恐吓士族 这无非是兼并他国 覆灭敌军 残杀虐待人民 以破坏圣人的工业 还以为这是利于上天吗 用上天的人民去攻占上天的诚意 这是刺杀上天的人民 毁坏神位 颠覆宗庙 设计 掠杀牲口 那么 这就是上不合乎上天的利益了 还会认为这有利于鬼神吗 屠杀人民 毁掉鬼神的祭祖 费灭先亡 残害虐待人民 使百姓离散 那么 这就是终不合乎鬼神的利益了 还会认为这利于人民吗 认为残杀人民是利于人民 这就太荒谬了 又计算征战的费用 那原本是人民生活的根本 竭尽天下百姓的财用 就不可胜数了 那么 这就是下不合乎人民的利益了 现在 有对于军队相互不利的因素 即是 将领不英勇 兵士不奋进 武器不锐利 训练不够多 军队将士不足 士兵不团结 遭遇攻击而不能抵御 防守而不能久长 攻战而不能快捷 聚集起来又不够强大 信心不够足 同盟的诸侯之间不信任 同盟的诸侯之间不信任 那么就会产生敌意 而共同对敌的意志就会减弱 如果完全具备了这些不利条件 而还要竭力从事战争 那么国家就会损兵折将 百姓也就要改业而从事打仗了 现在何不试着看看那些喜欢攻伐的国家 如果发动中等规模的战争 君子和庶人当数以千计 负担劳役的人当数以十万计 然后才足以新兵打仗 征战时间长的数年 快的数月 这就是国军无暇听证 官员无暇管理政事 农夫无暇耕种 妇女无暇仿制 那么国家就会损兵折将 而百姓要被迫改业了 再加上兵车战马的损失 帐木为盖 三军的才用 兵甲的装备 如果能够胜回五分之一 这就算好的多了 再者 士族在道路上离散死亡 因路途遥远 粮食不济 饮食不食 四义们由于饥寒 动恶 疾病 而辗转死于沟壑中的 又多的不可胜数啊 这就是攻占不利于人 危害天下太大了 但是 王公大人却乐于攻占 这就是乐于残害天下的百姓 难道不是很荒唐吗 现在天下好战的国家 有齐 晋 楚 越 如果让这四国得益于天下 那么即使他们的人口增加十倍 也不能耕种全部土地 这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啊 现在又因争夺土地而互相残杀 既然这样 那么就这是亏损不足而增加有余了 现在 那些喜好功法的国君 又粉饰其说而非难莫子 说 你认为功法是不义的 是不利人事吗 从前大雨争讨有苗氏 商汤讨伐夏节 周武王讨伐商周王 他们都被立为圣王 这是为什么呢 墨子说 你没有搞清楚我的说法 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他们的讨伐不是所谓的功 而是叫做猪 从前三描大乱 上天降命猪杀他 在太阳如妖在晚上出来 下了三个早晨的雪雨 龙在祖庙出现 狗在世上哭叫 夏天水结冰 大地开裂而夏季泉水 五谷不能成熟 百姓于是大为震惊 古地羔羊 于是在玄宫向雨受命 大雨亲自带着天赐的御符 去征讨有苗 当时雷电大作 有一位人面鸟身的神 宫颈的戴笠 用剑射死有苗的将领 苗军大乱 后来就衰微了 大雨既战胜三描 于是就划分山川 区分事物的高下 统一四方 天人和顺 天下太平 这就是大雨 征讨有苗事 等到夏王节的时候 上天降下严令 日月失时 寒暑无节 五谷哭死 百都有鬼叫 赫明十几个晚上 于是天帝就在皇宫寿命汤 去接替夏朝的天命 夏德大乱 我已在天上结束了他的命运 你前去诛灭他 一定使你平定他 商汤于是才敢率领示众 向夏边境进军 天帝派风龙神暗中 毁掉夏的城池 没多久 就有神来通告说 夏德大乱 去攻打他 我一定让你彻底平定他 我既已受命于上天 上天命令火神祝荣 降火在夏都西北角 商汤于是带领夏节的民众 而战胜了夏节 在豪这个地方 会和诸侯 公示天命 并告知四面八方 天下诸侯没有不归顺的 这就是商汤诸灭夏节 到尹咒王的时候 上天不愿意尹咒王享用天德 祭祀诗识 夜晚出了十个太阳 在脖地下了泥土 九顶位置迁移 女妖夜间出现 有鬼夜晚吟唱 有女子变为男人 天下了一场肉雨 国都的大道上长了荆棘 而尹咒王更加放纵自己了 有只赤鸟口中贤归 降落在周的祁山社庙上 归上写道 上天授命周文王 讨伐尹邦 贤臣太颠前来归附 黄河中浮出路途 地下冒出城隍神马 周五王继位 梦见三位神人说 我已经让尹咒王沉寂在饮酒作乐之中 你去攻打他 我一定使你彻底平定他 周五王于是恭引周王 灭伤兴周 上天赐给周五王黄鸟之旗 周五王既战胜殷商 承受上天的赏赐 命令诸侯分祭诸神 并祭祀殷咒王的祖先 正教通达四方 而天下没有不归顺的 于是继承了商汤的工业 这既是周五王 朱尹咒王 如果从这三位圣王来看 那么他们都不是所谓的工 而是叫做朱 然而 那些喜好功法的国君又粉饰其说 他们非难莫子 说 你以功战为不义 是不利于人是吗 从前处世子雄历 最初封于菊山之间 岳王一窥出自有欲 才在越地建国 唐叔和旅上分别于禁地 齐地建国 最初 他们的土地都不过方圆数百里 现在因为兼并别国的缘故 这四个国家自分天下而各聚其一 这又是为什么呢 莫子说 你没有搞清楚我的说法 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古时候 天子分封诸侯的时候 诸侯国一万有余 现在因为兼并的缘故 一万多诸侯国家覆灭了 只剩下这四个国家 这就好像医生给万余人开药方治病 仅有四个人痊愈 这就不能说是良医 然而 喜欢功法的国君又粉饰其说 说道 我并不是认为金玉子女土地不够 而是想要在天下以义立名 以德行征服诸侯 莫子说 现在如果真以义在天下立名 以德征服诸侯的 那么天下的归父就可以立等了 天下处于功法时代已很久了 就像传递信息的人对待他的马一样 今天如果有能够以诚信结交而立于天下诸侯的 要是大国不义就一道考虑对付他 要是大国攻打小国就一道前去解救小国 小国的成果不完整 一定派人去修补 不批粮食断绝就输送给他 财货不足就供给他 以此与大国较量 小国之君就会高兴 别人劳顿而我安逸 那么我的兵力就会加强 宽厚而恩惠 以从容取代急迫 民众一定归父 改变功法政策来治理自己的国家 就会收到成倍的功效 拿兴师动众的费用 以安抚疲蔽的诸侯 那么一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以公正督导 以义立民 一定要宽待自己的人民 取信于自己的军队 以此援救诸侯国 那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这样唯利天下的好处也就不可胜数了 这是天下之力 但王公大人不懂得去利用 这可以说是不懂得有利于天下的最大药物了 所以莫子说 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是君子 如果内心确实想兴天下之力 除天下之害 但若频繁地进行攻伐 这实际就是天下巨大的祸害 现在若想行仁义 求做上等的世人 上要符合圣王之道 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力 因而对于像非公这样的主张 将不可不详查的原因 记载于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